即是不夠貼地嗎 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 他覺得他自己很懂計算 很懂政策 但政策的理性和現實 有了距離 現界政府在勞工政策上 是否做到劍庭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說 勞工的政策 他就給了勞福局去做 你說他是否兼聽 他聽了 勞福局肯不肯做 我說他有聽 做不做 不做我又再說 就是一種循環往復 工聯會前立法會議員何啟明 中途獲委任為勞福局副局長 能不能將工聯會的聲音帶入政府 政府施政邏輯無變 任何個人進去 都不會起很大的作用 何啟明進去不是代表工聯會進去 如果他可以代表工聯會 而且作為工聯會 在政府的施政上有得話事權 這樣才有作用 話事權在勞福局局長頭上 我們主觀上當然能夠覺得有一個有勞工經驗 或者有關顧勞工情感的一個局長在政府裏面是會好的 羅志光是長期以學者的身份 他更多是以學者的一個角度 或者以社福界的關係 他寧願將資源資助一些有賺錢的企業 都不肯資助手庭口庭的工人 自視非常高 但已經與現實脫節了 特首換屆在職 吳秋北認為人選最重要是 暴亂之後又有疫情 香港的社會的凝聚和向心力其實是減弱的 我們是需要有一個能夠有那種的威信 那種的凝聚力的人物 來帶領香港從一個疫情底下 在一個受到社會破壞不安的情況底下 去凝聚人心 重建香港各方面 他認為下任特首在勞工政策上要追落後之餘 亦都要主動處理市民退休保障的問題 現在定下來的很多政策 其實他何時落實呢 取消對沖何時落實呢 到現在我們都未有一個很清晰的 說就說要做 以至到整個一些公事的問題 上屆再上屆已經糾纏了那麼久 其實在退休的問題上 政府最後都要兜底 為什麼你不做一個完善的退休制度呢 取消對沖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止蝕的問題 而是未去到根本解決那個退休的問題 還有這件事他認為不應該再拖 因為做了23條會 令到社會有些什麼紛爭 其實這些都是找來講的 很多時會不會特首因為要連任的時候 他不夠膽去做呢 或者是某些政黨要選舉 因為怕立法會有社會的紛爭 不利於選舉 那就不做了 我們現在其實是 比過往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有條件做 治港團隊的旗幟有沒有工聯會那麼紅呢 其實他應該更加紅 吳秋北說目前是契機改革公務員制度提高效率 又會說到來屆立法會形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